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烈 由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三十克度制作 第七百六十六集 和氏碧代表着地下城的钥匙 代表着诸多地下城内上古幻师的无上至宝 和在北境成为君王 到达诸神成为大君王的机会 当初天王山大战 大领主们争夺和氏碧的惨烈战况 还历历在目 那一战中一共陨落了三名大领主 最终红衣大领主获胜 可和氏碧却是不知去向 本以为再到下个千年之前 是不会有消息了 没想到现在居然又传出了新的下落 还是斩风大领主 这位北境权威性的人物所说的 再加上他们现在就身在断魂岛内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乌山统领等人先是恶然了一下 旋即露出了好笑之色 暴风可真够坏呀 和氏碧开启地下十八层外城通道后 就会拼凑成一块完整的宝玉 落回幻神能源的拥有者身上 不管是谁找到 最终都只是做人嫁衣罢了 唯一的好处 只有进入地下城外城 得到一些祈宝灵物 但那也不能和秦界 幻神塔中的东西相比 他们自己人手不足找不到 便借助其他人的力量 让别人去当炮灰 还当得心甘情愿 傲风这家伙 还真不是一般的黑呀 乌山统领眉毛一挑 问道 奥峰统领 莫非你已经知道了 和氏碧的下落 郑重地点点头 奥峰肃容道 不错 我和洛伊金 前两天干掉了不少魔兽大领主 通过一些特殊方法 知道了那块和氏碧的下落 那和氏碧 就在这断魂岛中部山脉的火山之中 被一头熔岩大领主融合了 现在 那头熔岩大领主 正是整个断魂岛的魔兽王者 乍一听到消息 许多人的心情立刻沸腾了 不但知道所在地方 连什么魔兽都知道得这么清楚 目标极为明确 比两眼一抹黑的去找 可要好多了呀 欧峰面下 你的消息 当真准确吗 人群中 一名汉子高声叫道 是啊 欧峰同梁 既然你知道 为什么不自己去取和氏碧呢 而是要广而告知呢 另外几人也接连发出疑问 不是我想广而告知 而是要取这块和氏碧并不容易 欧峰摇里摇头 轻叹一声 据说 那头熔岩大领主 融合和氏碧变异 如今 乃是傲义如意级的大领主 号令整个断魂岛 手下各种厉害的魔兽颇多 甚至 还有很多大领主 随其左右 如果 只有我们一路人马 进去 那只有被围攻致死的下场 傲义如意级大领主 还有很多大领主护卫 众强者 倒吸一口凉气 总算明白 傲峰为什么 要公开消息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 若不动员 所有进入断魂岛的强者 根本没可能做到 各位 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因为太困难 所以 我们必须将消息公布出来 这样 得到和氏碧的几率 会更大一些 傲峰 微微一笑 接着说道 此番 和氏碧最终落入水手 我们也不会抢夺 因为 我们斩锋大人一方 手上 已经有了一块玉碧 当然 如果在击沙 熔岩大领主的时候 由我们侥幸得到 那也是天命所归 眼下 最重要的是 将第四块玉碧找出来 只要有了第四块和氏碧 加上我们这里 墨地和沙蒂斯手中的三块 便能在近年内 开启地下城的通道 这块和氏碧 我们自己自然会去中部山脉寻找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也希望 你们能够一起帮忙 想要从断魂岛的魔兽王者手里 夺取和氏碧 靠的 绝不是一个两个人的力量 当然 现在时间还比较早 我们暂时会和火山附近的魔兽 游斗为主 下次月末集会之时 再去招惹那容颜大领主 傲风侃侃而谈 话语中充满了技巧和煽动性 最重要的便是 近年内开启地下城通道 本来人们还会觉得很遥远 可一听到其他三块玉碧 都有了下落 只剩下了这一块玉碧的机会 又有谁会抵制得了 这最后的诱惑呢 四周一望 就能看到诸多强者眼中 灼热的色彩 很多人已经开始 三五成群地讨论起来 用不了多久 整个断魂岛入场的领主 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至于兰蒂斯他们 肯定也会听说 他倒不信 他们能按耐得住 傲风暗自一笑 知道已经达到了目的 又随意问了两句 有没有人拥有兰星矿石 见迟迟无人回答 也便不再多言 对自己一杆亲友 挥了挥手道 走 我们去找个其他地方说话 商议一下 接下来的人员安排 除了夺取这块和氏璧 我们还有一些事情 要先去完成 如今 他们的队伍可真够庞大的 龙翔战队 乌云战队 红衣战队 风云战队 东林战队 火山战队 铁剑战队 这么多队伍 他不可能都带去万毒岛 寻找断魂海之花 否则 不是明知告诉人家 万毒岛 有好东西吗 而且傲风与千计灭 这场争锋 也不想借助太多外力 深入中部山脉 数百米 众人找到了一个 颇为宽敞的山洞 足以容纳数千人 洞口外面 是一片悬崖峭壁 非常陡峭 不管人类还是魔兽 都很难发现 众人鱼贯而入 安营扎寨 决定先将这里 作为这大半个月的 行动基地 这火山地带中的魔兽 并不是个小树木 大领主数量 比其他地方都多 想要顺利抵达 熔岩大领主那儿 须得缓慢推进 要是立刻横冲直撞的 冲进去 运气不好 吸引到几头大领主 以他们的战斗力 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更别说 那些落单的 独行强者们了 不过 他们也不用担心 火山生物会冲出来 熔岩大领主实力不弱 却有个非常大的弱点 便是无法离开 火山熔岩地带 一旦出了岩浆 他们的实力便会大减 包括他手下的护卫也是 中部山脉 是由火山组成 最大的一座火山 就是熔岩大领主的老巢 相比之下 地上的魔兽都算少的 大山洞之中 还有许多窄小岩洞 趁着众人安营休息 奥峰等七大战队的众多统领 和他几个亲密好友 便单独聚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岩洞里 商量后续事宜 师兄 我可终于联系上你们了 周围没有什么外人 人数又不多 奥峰也就不再隐瞒什么了 兴奋地 一把抓住秦霜的手臂 欢喜笑道 应该说是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秦霜反手拥抱了他一把 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 摇头笑道 哎哟 小师妹啊 你可叫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 这三年来 师父天天都要苦着脸叹着气 神清潇索地念叨你几十次 查不思犯不想的 白头发都多了不少 要不是莫蒂大人 联系上你们那个云中城主 再三保证你的命牌没有碎裂 他不发疯才怪呢 就这样 时间久了他还是安纳不住 去找沙底斯发现胸中的郁闷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